7月24号下午 世界著名钢琴家马克西姆 现身深圳参加钢琴盛典 在现场他亲切和媒体朋友 进行友好互动 并且演奏了一首心思愁之路 让所有人大饱耳福 希望通过钢琴盛典活动 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 并为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西方的音乐文化跟中国的差别很大 特别是在中国的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方面 因为我们中国还有京剧 其实在京剧上面 京剧的唱腔跟西方的歌曲的唱腔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经常有的时候会专门去北京去听京剧 所以他也觉得这个是中华音乐 让他着迷的地方之一 芒果来新闻 姥姥已经转粉了 报道